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 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耶稣听见法利塞人 质疑他为什么和瑟利 还有罪人一起吃饭呢 于是耶稣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这是要揭穿法利塞人 自以为义的面具 他们自己以为是健康没有病 行义没有罪的 完全不需要医生 今天有许多人 也是自以为没有病 没有问题 没有罪 所以不需要来找耶稣 一切靠自己就好了 但是经过了今年的 新冠病毒的肆虐 相信很多的人都会认知到 人的有限和软弱 当年那些瞎眼的瘸腿的 瑟利妓女 他们深深的知道 自己是有病的 有罪的 所以他们来找耶稣 而你呢 你有来寻求耶稣吗 来呼求耶稣吗 让我们一起来呼求耶稣吧 他是我们身体 心灵的大医生 他能够解决 我们一切的问题 读лар秀 谢谢我 周围